八角你别生气 不要跟着我 你听我解释嘛 八角 八角 你来啦 我等你好久了好大的风 你还要我来干嘛 等死了我大分了好久了 有什么好事情 没好事情不能找你嘛 不可以找我 你觉得有事才喊我出来 我打算在老家建房子 在老家建房子 怎么又在老家建房子干嘛了 谁的主意啊 阿姨的 你老妈的主意啊 哎呀 不管谁的主意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哦 这不是好事吗 对好事建房子 真好的事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 那你为什么又突然又要建房子的嘛 家里不是有那个老房子住的好好的吗 你听我说完吗 嗯你说 我哥跟我说我就是 又是你哥 提醒我说了 你说 他意思就是让我们两个一起合伙 然后在老家建一顿房子 你老哥要你跟他合伙 建一顿房子 谁出钱 合伙 你很吹棒呀 先不结婚 然后先等我把房子建了 然后我再挣钱 再结婚 是不是又是你老哥说不结婚 先建房子吧 你怎么老是可以这样 大家你别生气 你不要跟着我 你听我解释吗 怎么解释吗 我今天不是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听到你哥 挫折这主意 我真的是 为什么把你的人生大事都不放在心上的 我真的搞不明白 那本来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都好好的吗 全部都是一些 要不就是父母 要不就是你哥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果 我听到就烦着真的 我想到建房子也是个大事情 建房子是个大事情 那你们两个怎么建吗 你说 你告诉我 你们两个怎么 哎呀 我在那里 哎呀 你不会亲着我 你说清楚快点 就是说我们合伙建一栋房子 对合伙建一栋房子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的钱都拿出来了吗 他拿得出来吗 他是不是还就是先要你垫出来了吗 他上次都找你建钱你都没建 他这次肯定就是说要你合伙 我建房子呀 那钱是还没出 他肯定想的不用想吗 他首先不会拿出钱来 把钱出来肯定是要你垫的吗 那那你觉得建房子不好吗 建房子是好事 肯定是好事 是谁出的主意你跟我说 没人出主意就是我没有跟我商量来着 你哥跟你商量就是你哥出的主意呗 你还说还说先建房子合伙跟你兄弟建房子 先把节把你的婚姻大事放在一边 如果换就是别人啊你怎么想 别人怎么想 我想着你看我我们两个反正 迟一迟一年结婚你没关系吗 哦迟一年结婚确实是没关 那我是等不起 你等得起吗 还过几年我就40了 我真的等不起了刘依禅 你不觉得我其实我们两个之间只要不谈家里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是不是相处的很好 你自己回忆一下 你告诉我 我自己单独见不好吗 为什么要与兄弟一起来见呢 我想到 我哥说的也有道理的 你看两个人见在一起的话钱花的少一点啊 对钱花的是少一点 前妻是不是全部要你来店 他之前都找你借钱 他你觉得前妻他他有钱店出来吗 不是我说你 我听到你说把婚姻当事先放到一边 先去余女哥建房子 我听着就来气 真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见了呗 我个人我没资格评价 也没有资格下定义 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我不会建这个房子 我会把这个婚姻当事先给他办了 办婚姻当事需要一笔钱 是吧 婚姻跟房子你选择谁 你告诉我你怎么选择 我觉得建房子就不用流乱街头了 对 你这个你这个钱你可以结婚用一笔 买一套房子的还可以 你在家里两个人一起建的话 你这个钱就只能建 你两个人一起建 你剩不到多少钱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 你自己考虑好吧 反正我也没资格来评价好吧 但是你跟我说起这个事情 我确实听着有一点小情绪 不蛮你真的 或者是谁心里都不好说的 哎呀 你别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真的没生气 你 也是 我是在特意 就是跟你商量的 也许吧 就是还没绝点的 你先考虑好吧 我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毕竟你本是两亲兄弟 我们现在也没领认 我也没资格来说好吧 回去吧 走吧 我以为你喊我出来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 走吧 回去 不是 等一下你商量 对 商量 没必要跟我商量 不是 哎呀 走开 真的是回去